岁末年初台湾迎来了霸王寒流 事实上在中国大陆 也是有超过80%的土地面积 都被这一波号称霸王级的寒潮 一路往南席卷而下 很多的地方都是在48小时之内 降温就达到16度以上 到底冷到有多夸张呢 零下14度的辽宁 晒在外头的长裤 居然可以当刀子来切黄瓜 另外零下35度的哈尔滨 当然就更冷了 连东北虎你看到了吗 都冷到冻尾条 必须要像这样子抱团取暖 这是你印象中的东北虎 高冷 孤傲 独来独往 而这是12月底霸王寒潮 肆虐下的东北虎 顾不得森林之王的名号 十几只东北虎像刚出生的小狗一样 挤在树下没有血的地方打盹 让大陆网友忍不住嘲笑 原来这年头连东北虎也扛不住东北的冷 野生的老虎它都是一种独局的 在我们这个散光区来讲 就是因为种群的密度比较大 老虎出现这种群氧的这种现象 所以说也就出现了这个暴腾取暖的这种现象 跟豹在一起同样重要的保暖之道 恐怕更要让人类羡慕了 那就是吃 饲养员说 老虎夏天每天吃四五公斤的鸡肉跟猪肉 冬天要增加到六七公斤 冬季的时候呢 因为这它投胃量要占比夏季 要高出百分之三十左右 所以说我们看到园区内的老虎呢 都可以说是标肥体壮 除了黑龙江的虎 还有内蒙古的羊 被大雪埋到只剩一颗颗头 原来是遇到暴风雪 来不及跑 各种奇景只有一个原因 真的太冷了 Sheredy跨年前几天 本来就有中国冷籍之称的 黑龙江省根河市 不复盛民直接降到 摄氏凌驾44.5度 大陆央视气象报告中 颜色越深代表气温越低 结果整张中国地图 就变成了一只动得发紫的鸡 跟2016年当年 所谓的四季寒潮相比的话 在降温幅度上 可能是可以匹低的 但是在这个最低气温上 应该是要略逊一筹 问题是 这一波霸王级寒潮 究竟怎么来的 根据日本气象厅记录 12月29号 西伯利亚冷高压达到 1084毫巴 并且指出 这是数十年来 没有见过的超高数值 大陆媒体没有类似分析 但也强调 这一波寒潮 除了时间比较短 不至于造成 严重的冰冻之外 降温幅度大 影响范围更便及 大陆八成以上的 国土面积 从西北地区东部到 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 可以说除了青山高原地带 没有受它影响之外 我国大部地区都受到它的影响了 水洒出去瞬间结成冰 黑龙江消防队员苦中作乐 拿来编成唯美的舞蹈 这样的天气下 就连更合适的邮差要出门 也得从人到车全副武装 穿的都是单位给我们发的 棉衣棉鞋棉扣子 还有衣服什么的 里边总共穿了四层 车的那个电瓶就是 里边有两组 这边要是没有电了 那边就得马上换人 邮差的工作不能停 要负责维持运煤列车运作的 调度员也得出门上班 他们连眨眼睛 都变成一门学问 除了几分钟以后就上床 你还不能揉 它不会眼睛 揉了以后它湿了 上眼皮和下眼皮 就容易沾上 更令人惊讶的是 内蒙古铁路工人 在零下48度寒风中的工作 竟然是要帮火车头盖棉被 对车体外各管系 各空气管路的折角塞门 及内燃机车的油水管路 进行防寒包扎 防止发生冻结 这一天气温下降得非常快 幅度也非常大 动态都集中鼓起来了 对比新闻画面中的一片雪白 台湾人很难想象的是 其实关于冷不冷 大陆长期存在一种 让南方人觉得很不公平的现象 都说北方比较冷 但其实北方人进了屋里 就有所谓的市政供暖 由政府统一提供的暖气 不用像南方人 得要裹着棉被看电视 你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我在南方的艳阳里 大雪纷飞 我们先来看看 南北供暖的分界线 秦陵淮沃县 此县以北地区 一律集中供暖 以南地区 一律不集中供暖 这就难怪 很多北方人 在外面穿得很多 一回到家里 就像回到了夏天 一点都没有考虑到 在南方瑟瑟发抖的人呀 大陆决定供暖与否的界线 已经延续数十年 但就这波寒潮来看 所谓的零度线 甚至负时度线 也都明显往南移 而且南方的湿冷 其实比北方的干冷 更冷 这就难怪近几年 有很多江浙 湖南等地的人 大声疾呼 他们也要有 集中供暖 TV新闻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